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明日报头版新闻报道 雪州政府基于明年和后年预测到经济衰退 因此为了减轻人民负担 明年起到12月31号豁免廉价屋 祖屋 新村 马来干榜 渔村 虫祖村等相关地方的门牌税 另外也宣布市议会管辖的摊贩 巴沙 早夜市等豁免缴交执照费 接着来看南亚山报头版头条 独家报道国内不少银行最近上调存款利率 甚至推出优惠配套吸引民众把钱存进银行 银行定存的年利率在过去不到4% 现在提供超过4%利率的银行 包括了连昌银行 风龙银行 大众银行 以及国家储蓄银行 其他银行当然也有上调 但是年利率仍然是在4%以下 有人认为这次上调是国家银行快要深吸的前兆 不过南亚山报查访后发现 实际上是因为银行存款大减 不够钱提供房贷 银行才会出现这一波的强奸大作战 另外来看中国报头条新闻 也是独家报道 华裔新山一名有吸毒前科的华裔男子 卖掉了自己两岁的女儿 她的越南季妻子因为纠纷分去后已回越南 留在爸爸那里照顾的女儿呢 却已经失踪了一个多月 下落不明 中国报头版标题也打出一个大问号 是否有人买了这名孩子吗 大马女子可要注意了 就算是放心寂寞也仍要把眼睛擦得雪亮 根据马来西亚前风暴报道 警方在本月到27号短短的27天以内呢 共接获了131宗爱情骗局投报 当中有两宗案件的损失金额更是超过20万令吉 根据警方透露 非洲诈骗集团在我国已潜伏多年 他们都是化身英国男子的非洲语骗子 这三年所造成的财务损失呢 总额高达3亿以上 另外今天将提控上情的一名尼日利亚爱情骗子呢 涉及21宗爱情骗局 骗走了数十万令吉 受害者来自雪兰娥 彭亨 槟城 吉达 及森本兰州 他们一般都是超龄未婚的女郎 或芳心寂寞的富婆 承包最后提醒你 百个大家想在今年最后一次的节目当中呢 邀请了潘建伟和蔡兆元一起聊聊 2016大马可以苦劲甘来吗 记得留守今晚十点钟的摆给大家想 谢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